1月26日 正凯和苗苗晒四代同框的画面 夫妻俩大笑安爱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正凯回到家里 就和妻子甜蜜相拥 并且把儿子女儿都抱在怀里 一大三口先在别墅的楼梯口 开始温馨的合影 女儿被打扮得很漂亮 苗苗对老公爱得比较热烈 紧紧地搂住正凯的脖子 正凯假装一副被掐得喘不过气的样子 抱苗苗开心 随后正凯负贴春联 苗苗和妈妈妹妹一起负责看 防止把春联给贴歪了 正凯的奶奶也一起出镜 奶奶已经满头白发 但是穿着红色上衣很喜庆 奶奶正在包春节 看到正凯喊了一身心肝宝贝 不管孙子多大 在奶奶的眼里永远都是孩子 正凯拉着苗苗介绍成 自己小事后每年春节都会吃春节 还介绍具体的吹法 这段视频估计是在主席拍的 此外 苗苗的妈妈给外孙女发红包 整个人看起来也很温婉 女儿刚收到红包还没武射呢 正凯就跑过来忽悠女儿 让她把红包交给妈妈保管 妈妈会帮她把钱给存起来 祖孙自带在客厅里拍钱加服 画面十分温馨 最后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